我叫楚洋,原本是一名隐姓埋名的博士无双,为突破一纳米光刻机的设计,消失三年,三年后回归校园,校花女友却到处说未经答了。 小楚啊,芯片测试的结果出来了,各方面运行的都特别流畅,这三年真的是辛苦你了呀,给我们国家解决了一个天大的问题,立了大功。 从今天开始,在高精度芯片这块,我们终于不用被外面那些国家给卡住脖子了。 王院长,光刻机的设计势所也不止我一个人的功劳,基地里的院士和教授们都辛苦了。 进宫宴将在一个月后举行,首席长老会亲自颁发华夏最高科学技术奖,以及国事勋章。 不过由于保密原则,这次奖项和勋章的颁布都不会对外公布,说说你的个人想法和愿望,我会尽力帮你实现。 谢谢王院长,我有个私人小冤魔,关于大学录取的事情。 告诉我吧,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我会满足你的。 我想一张京都大学经济管理系大一新生的录取通知书。 你在开玩笑吗?凭你的科研水平,那些老师还能教你什么? 为什么不去华清大学当荣誉教授?而且今年两院评选,你肯定会入选的。 我只是想完成一个约定,即使去了京都大学,如果国家需要我,我也会立刻回来。 好吧,既然你这么坚持,我支持你,耽误了你三年。 你去京都大学好好体验,体验生活也是应该的,你也才十九岁,去大学里面感受感受青春的气息也好。 通话结束后,楚阳微笑着,看着手中的录取通知书上的林清雪的照片,闭上眼睛。 回忆起和林清雪的约定,楚阳决定履行当年的约定,前往京都大学经济管理系。 林清雪,我来履行当年的约定了。 京都大学,京管系新生接待处,穿着一件宽松的灰色卫衣的林清雪,安然地站在新生接待处的桌子旁。 她那张精致白皙的鹅蛋脸,全身都洋溢出了少女纯情和青春的气质。 她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就吸引了不少过路新生、惊艳和心动的目光。 清雪,你还真不愧是我们金大公认的第一笑话呀,看看那些新来的小学弟们,一看到你,眼睛都移不开了。 随他们去吧,反正我对谈恋爱什么都没兴趣。 一起和这些人谈恋爱,和你们这些好朋友们,有时间一起去为明湖畔吹吹晚风,去校园北门外的小吃一条街吃吃宵夜,这不比爱情浪漫多了。 不过话音落下后,林清雪的眼眸中的光亮突然有些暗淡了几分。 去为明湖畔一起吹风,去北门外的小吃街吃烧烤。 还有一起去在学校的图书馆看书,翘课去看他参加学校组织的篮球赛。 这些话,当年他都曾经对那个男孩说过。 清雪,你不会还对你那个死了三年的男朋友念念不忘吧? 其实也没有什么念念不忘的,只不过现在,我还是无法喜欢上其他人而已。 京都大学门口,楚阳手里提着行李箱,抬头看了一眼眼前烫金的四个大字后, 他那早已波澜不惊的心境之中,莫名地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涟漪。 当年自己的不告而别,他应该很伤心吧。 姐妹,快看快看,那个新生长得好帅啊,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气质帅哥吗? 今天这志愿者没白当啊,这个小哥哥的联系方式我要定了。 对于自己的仰望,楚阳也是非常有自信的,从小到大,他最擅长的事情之一, 就是应付各种各样围绕在他身边的女生,直接忽略了出现在耳边的那些杂音。 这位学弟,你是哪个系的?我是本自新生报道的志愿者,我带你去报道吧。 尽管系,刚好我也不太认识,那就麻烦学姐了。 很巧啊,我也是尽管系的,说起来那你还是我直系的学弟了,行李箱给我吧,我这就带你过去报道。 不用了,行李箱里面的东西挺沉的,我自己来就行了。 学姐,既然你是咱们尽管系的学姐,那我想请问一下,你认识林青雪玲学姐吗? 当然认识,你这小学弟的消息很灵通嘛,这才刚到学校,就把我们学院里面最漂亮的校花给打听清楚了。 不过也是,就凭借青雪在我们学校的名气,新生里面别的我不敢说,男生里面不知道她的,估计也就没几个了。 我和林学姐高中是同一个学校的,也是因为她,所以我才选择来京都大学经管系的。 原来你们还是老乡了,慕名而来啊,现在的小年轻,不得了了,不过你们是同一个高中的,应该也听过你们林学姐的事迹吧。 世纪,楚阳有些愣神,林青雪在高中的时候向来都是好好学生,除了校花,学霸一类的称呼外,她还真不知道林青雪有什么其他事情。 次次考年纪第二算了,年纪第一是她自己。 这时,楚阳放在口袋里的手机突然想了起来,陆教授,我是楚阳。 这位陆教授是京都大学的一名教授,虽然年龄不大,不过也已经成为了国内微电子与固体电子专业的权威教授之一。 目前是京都大学电子信息学院分管科研研究的师权院长。 在科研基地的这三年,楚阳凭借自己专业的知识,征服了国内的一干权威教授及其许多专业领域的教授,也给他积攒起了一笔不小的人脉。 楚总工,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本来原定的计划应该是我在学校门口迎你入学的。 不过上面临时有个项目出了点问题,要我去帮忙,所以我现在不在京都,实在是抱歉了。 上面的项目为重,我没事的,现在已经在准备搬入学手续了。 三年没有进学校了,感觉还适应吗? 挺好的,学校里面的学长学姐都挺热情的。 那就好,我还担心你在学校里面带不习惯,不过我还是不理解。 听见你的科研水平,完全可以取代研究生了,怎么就突然还想着读大学? 对,我还是那句老话,楚总工,只要你什么时候想通了,我马上就可以给上面打报告,让你成为我们京都大学的荣誉教授。 要是想开课的话,也可以专门给你开一个专业让你授课。 我跟你保证,我们给的待遇,一定比隔壁华庆大学的待遇要好。 楚阳当初在研究基地的时候,可就是各大学院院长眼里的香锅。 不过那个时候楚阳一心想着研究突破光刻机,那些个院长也就没有打这方面的主意。 不过现在研究结束了,凭借楚阳的攻击,少说也是一个华科院院士的位置。 如此年轻的院士,放在哪里,可都是人人为强的人才啊。 这个到时候再说吧,你总得让我先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吧。 行了,我这边准备报到了,你也比较忙,就不打扰你了。 好好好,那你先报到。 虽然我暂时没在学校,不过生活上有什么问题,你直接打电话给我就行了。 楚阳微微笑着点头,随后挂断了电话,这时,新生报到的地方也到了。 发现本来坐在接待处的林清雪突然消失了。 不好意思啊,小学弟,你林雪姐临时有事,暂时你是见不到她了。 没事,未来时间还长,总有机会见面的。 你是几班的? 金管系大一一班。 那就没事了,我和清雪都是你们大一金管一班的助力辅导员,明天班上新生见面的时候就又能见面了。 楚阳微微点头,缓缓朝金管系男生宿舍的方向走了过去。 楚阳走后的没多久,林清雪就带人走到了金管学院新生报到的地方。 清雪,你这走得也太巧了吧。 我跟你说,今年我们信来了一个超级帅,超级有气质的小哥哥,简直帅了我一俩。 而且他刚刚还说和你是一个高中的,我看我们这个小学弟,绝对是笨着你来的。 既然人家那么帅,你问联系方式了没有? 他刚刚一直在和人打电话,我忘记问了,不过也没问题。 虽然我没听清楚他在河水打电话,不过我敢肯定他不是和他女朋友打电话。 而且我也看了他新生报到的名字,他叫楚阳。 只要知道名字了,找个人有什么难的? 林清雪的心跳速度瞬间慢了半排。 你,你说他叫什么? 楚阳,有什么问题吗? 没,没什么? 不可能的,可能只是聪明罢了。 三年前的暑假,自己和楚阳吵架,说自己以后再也不要理他了。 可是冷静了两天后,自己就又给楚阳发了信息。 但是从那天开始,楚阳就好像消失在了他的生命中一样,最后实在没办法。 他哭着求他爸爸,用家里的关系,去警察局查楚阳的身份证信息, 却发现楚阳的身份证信息居然被消除掉了。 那个时候,一个念头就浮现在了林清雪的脑海中,那就是楚阳嘎了。 三年来,他也一直都坚信这个念头。 楚阳顺着宿舍要是上标记的宿舍后,顺利来到了自己未来四年要待的宿舍。 显然,楚阳是第一个到宿舍的,找到了自己的床位后, 楚阳便开始给宿舍收拾起了卫生,也就过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宿舍里面基本就被楚阳给打倒得干干净净了。 紧接着,一个身材魁梧的男生就走到了宿舍里面, 看了一眼洁净的地面,笑道。 哥们,这卫生都是你一个人弄干净的,辛苦你了辛苦你了, 我叫朱鹏飞,来自东北,也是这个宿舍的,以后咱们就是宿友了。 我叫楚阳,来自乡南。 很快,宿舍里面剩下的两个人也来到了宿舍里面, 一个戴着飞矿眼镜,身材瘦小的男生, 和楚阳一样,来自乡南省,叫王磊, 另外一个就是京都的本地人了,张明杨, 四个人按照出生年月排了下辈分, 朱鹏飞老大,张明杨老二,楚阳老三,王磊老四, 为了报答楚阳刚刚一个打扫宿舍卫生的新闻, 宿舍里面剩下的三个人一致决定, 等于生活用品这种事情,就不用楚阳亲自动手了。 隔几个,说说吧, 大家都是怎么来的京大,高考多少分啊? 高考?我没参加过高考啊, 你们还要高考的吗?我高二那年就保送了, 我也没参加高考,我是国家IMO级训队的队员, IMO结束之后,我就拿到了京大的保送通知了。 我就差点了,小时候开贵路, 然后脑子一下就零饭起来了, 高考也就考了694分, 拿了个理科状元,然后就进京大了。 对于自己宿舍里面没一个普通人的事实, 楚阳也早就有心理准备, 京大作为国内顶尖院校, 真正通过高考来学校的, 每年也就占了招生人数的20%, 每一个都是人中荣丰, 至于说剩下的80%, 大多都是通过保送, 或者参加各种国内顶尖, 乃至国际顶尖竞赛之后, 再被特招进入学校的。 大家天南地北的狙击也不容易, 哥们我是京都人, 这片我也比教书, 今晚上我请客, 大家一起搓一顿,怎么样? 请客就算了, 大家也就行, 不过周围你比较熟, 一方你来定可以。 哥几个, 你们进班群了吗? 辅导员拉了个班群, 班群里面发消息说, 今年我们班的助理辅导员是林清雪, 你们都知道林清雪是谁吧? 真的假的, 林清雪当我们助理辅导员? 可惜啊, 作为咱们京大的第一笑话, 咱们的林雪姐一直对她死了三年的前男友念念不忘, 要不然, 就凭她是我们助理辅导员这个身份, 作为情场高手的我, 哥们一定也要追求她试试。 前男友? 三年前的前男友? 三年前, 林清雪谈过男朋友吗? 据我知道的小道消息, 林清雪的前男友是她高一时候的同桌, 不过后来因为意外局势了, 可惜啊, 要是她是和她前男友分手了还好说, 这人都死了, 我估计这林大笑话, 这辈子都很难忘记她高中的那个前男友了。 高一同桌? 林清雪高一时候的同桌? 我就是自己吗? 自己什么时候就成她前男友了? 她承认当年自己确实有这方面的小心思, 不过这不还没付出行动就被带走搞科研去了, 自己消失这三年, 不发生了些什么? 哥几个, 刚刚好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咱们去学校周边逛逛去, 顺便直接一起吃个小夜。 卧槽, 你早说啊, 我要重新换套衣服。 早二, 那个啥, 我不会太会弄头发, 待会你也帮我抓个头发呗。 楚洋嘴角抽了抽, 眼眸中渐渐多出了一抹笑意, 可能, 这就是青春的气息吧, 抬手举起手中的镜子照了照自己, 还是那样的帅气逼远。 青雪啊, 咱们今晚上吃什么啊, 去食堂呗, 我觉得食堂新推出的那个辅助炖红烧肉不错, 这才来学校就去食堂啊, 今天都忙了一天了, 咱们去北门那边逛逛呗,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顺便买点水果回来, 我看你是想出去看看咱们学校先来的小学店了, 好吧, 过了一个暑假了, 咱们宿舍也好就没一起出去逛逛了, 那就走吧。 喝几个, 这北门可是我们京大有名的小市一条街, 这桥街上的几家烧烤店味道都不错, 老三, 你看想去哪家? 楚阳随意地扫视了一眼周围的几家烧烤店, 直接找了一家距离最近的烧烤店, 几人也表示了蛋头。 姐妹, 想想吧, 咱们去哪家店吃? 林青雪随意抬头, 目光快速在四周环顾一圈后, 整个人瞬间快速颤抖了一下, 烧烤店门口, 楚阳站在猪鹏飞几人旁边, 刚好走进了烧烤店里面, 那一瞬间, 林青雪只感觉自己大脑一片空白, 眼眸直勾勾地看着楚阳进入的那家店, 平住呼吸, 久久不能回神, 像, 实在是太像了, 她真的看到了一个和楚阳长得几乎一样的男生, 衣服也和她记忆中的一样, 干净的白T恤, 修长的牛仔裤, 还有那一头凌乱去不显邋遢的黑色头发, 那一瞬间, 林青雪都感觉自己要窒息了, 不管她多不愿意相信, 楚阳都已经打了呀, 清雪, 清雪, 你发什么弄神呢? 吃烧烤吧, 夏天烧烤配啤酒, 结配, 随后, 林青雪就带着李倩几人缓缓走到了楚阳刚刚走进的那家烧烤店, 这世界上, 真的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吗? 还是说, 那一刻, 林青雪那死记了三年的心境, 莫名的, 又渐渐活络了起来, 心存侥幸也好, 妄想也罢, 她都要去见见这个, 和她记忆中的楚阳, 长得一模一样的男生, 你们看着点菜就行了, 我好像看到了一个熟人, 我去找她一下, 什么熟人, 不会是小哥哥吧? 随后林青雪便站在了原地, 目光在烧烤店的四周环绕了一眼, 发现到处都是陌生的面孔后, 表情顿时有些失望起来, 不过随后她便深吸了一口气, 一扇一扇地快速推开了包厢的大门, 随后, 林青雪推开了张明阳他们那个包厢的房门, 林雪姐, 你们好, 你们好, 你们, 还有一个人呢? 我们老赛上厕所去了, 不好意思啊, 我刚刚以为看到了熟人, 走错包厢了, 而后她便快速退出了包厢, 失魂落魄地回到了李倩姐的面前, 这是怎么回事啊, 出去撞了一拳, 跟丢了回事的, 没什么, 大家本学期第一次一起出来吃烧烤, 先喝两杯吧, 我先干为敬, 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啤酒后, 林青雪便养头, 咕噜咕噜地, 全部将杯中的啤酒喝了下去, 另外一边, 楚阳缓缓从厕所走了出来, 也没有看大堂的位置, 直接推开门, 走到了包厢的房间里面, 包厢的桌上, 已经满满地倒上了冰镇的啤酒, 看到楚阳进来后, 朱彭飞三人立刻笑了起来, 老三, 你这厕所上的也太久了吧, 大家可都等你了, 来来来, 庆祝我们能天南海北的巨岛一起, 咱们来一起走一个, 喝几个, 林青雪林学姐也在这个店里面吃饭, 你说咱们要不要一起出去给她敬个酒啊, 好歹也是未来咱们军训时候的助理辅导员呀, 刚刚林青雪来过了吗, 你刚刚上厕所去了, 林学姐可能是走错包厢了, 所以进来了一下我们包厢, 我刚刚出去上厕所的时候开到了, 她和她室友还在外面喝酒呢, 对对对, 我也见到了, 该说不说, 林学姐不愧是咱们惊大的第一小花, 就连喝几酒来, 那都是嘎嘎吗, 喝酒, 以前的林青雪, 那可是第九不沾呢, 老三, 你干什么去啊, 我出去一下, 你们继续喝, 说吧, 楚阳便直接推开了包厢的房门, 走到了大堂之中, 目光放眼望去, 很快就找到了在不断喝酒的林青雪, 青雪, 你别再喝了吧, 你看你都喝醉了, 没事, 我就喝完这最后一杯, 我就不喝了, 林青雪眼神已经有些迷离了, 端起酒杯的手都微微颤抖了起来, 面色飞红无比, 这时, 在她眼前突然就出现了一张让她魂牵绷绕的脸颊, 虽然看起来样子有些模糊, 但是林青雪确信, 那就是楚阳, 别喝了, 小雪地, 是你啊, 她这是喝了多少酒啊, 这些, 全部都是咱们林大笑话喝的, 我是不是喝多了, 楚阳, 是你吗, 楚阳, 你终于出现了, 我给你保证, 我以后再也不跟你吵架了, 你不要再突然消失了好不好, 学姐, 你们宿舍在哪, 我先帮你们一起送她回宿舍吧, 好好好, 刚好我们也拖不动她, 那就麻烦学弟你了, 楚阳直接伸手挽住了林青雪盈盈一窝的腰肢, 一个公主抱, 迅速将她从椅子上抱到了自己怀里, 然后步履坚定, 缓慢地离开了烧烤店这边, 老三, 说说呗, 啥情况啊, 这才大学的第一天, 你就不声不响地把咱们经大最漂亮的小话给拿下了, 什么拿下不拿下, 我和她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 刚刚听你们说她在外面, 我就过去打了个招呼, 没想到她喝醉了, 所以就顺手把她送回宿舍了, 你说这话的时候摸了自己良心吗, 老三, 你可别当我们兜下啊, 普通朋友关系, 你这送她回宿舍要用公主抱的吗, 她是有事摆设啊, 更何况我可看清楚了, 是林大小花主动哭到你怀里的, 老三, 你不会就是林大小花口中所说的那嘎了三年的前男友吧, 三年前你们两个分手了, 然后你伤透了她的心, 恋爱生恨, 所以才到处在外面说你嘎了, 你们别乱瞎猜啊, 我可没干什么对不起她的事情, 我们两个也都是情侣关系, 据我所知, 她高中的时候就没谈过恋爱, 那我知道了, 此一说, 那嘎了三年的前男友是林大小花度赚出来的, 拿这个莫须有的前男友当挡金牌呢, 这么看来, 我是不是有机会了, 没在一起过, 也没有始乱中期, 就正常的同学关系, 那你就没一点想法吗, 哦, 老三, 那你加油了, 炮上了大小花, 咱们整个319宿舍都跟着沾光了, 楚洋嘴角抽了抽, 自己宿舍这几位, 也都是活宝嘛, 以后看谁还说, 考上名牌大学的, 都是书呆子来的, 与此同时, 墨北的某个大型航天发动机科研基地, 会议室内, 一个年龄不过四十来岁, 却满头白发的中年男子, 穿着一身实验式白大褂, 看着眼前一叠叠的绝密设计图纸, 几乎头都要大了, 这位就是之前和楚洋通电话的陆教授, 光刻机的项目, 他在科研基地待了一个月, 完成了属于自己负责区域的模块零件制作后, 就离开了科研基地, 就在三个月前, 他又被紧急抽调到了一个隐秘的科研基地, 四代航天战斗发动机的研究基地, 这个研究项目已经进行了将近十年的时间了, 作为飞机的心脏, 航天发动机一直以来就被誉为高端制造业领域的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一个国家航空实力的体现, 就取决于能够独立制造超高性能的航天发动机, 十年前, 关于四代航天发动机的研究就开始立下了, 而它被抽调过来, 就是为了突击解决其中, 关于发动机运行电路集成设计的一些小问题, 中间耗费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配合完成了电路设计和发动机的整体组装, 完全属于华夏研发的四代航天战斗发动机的第一台发动机才被制造出来, 就在今天上午, 因为天气不错, 他们研究出来的四代发动机终于进入了是非阶段, 但是因为一些未知问题, 是非失败, 一下就让科研基地内的所有人开始忙乱了起来, 诸位, 关于此次是非失败, 大家有什么自己的想法, 问题, 查出来了吗? 检测结果出来了, 出现问题的有几个地方, 首先还是涡轮叶片的问题, 涡轮叶片的精度还略微有些偏差, 其他方面就先不说了, 涡轮叶片的精度测试过多少次了, 还是达不到标准吧, 供给材料的那几家集团公司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道要让我们换设计图纸吗? 和他们同期立项的其他科研基地, 有的已经制造出了五代运输机的发动机, 还有制造出了各种型号的无人机和导弹, 可是他们的航天战斗发动机的研究, 耗费了整整十年, 却在试飞的时候, 得出了一个这样的结果, 叶总工, 我认识一个人, 或许他可以帮我们解决问题, 他说的这个人就是楚洋, 关于光刻机的研究, 当时科研基地也遇到过不少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 一到楚洋的手中很快就会迎刃而解了, 而且他曾经也不是没有和楚洋探讨过关于航天战斗发动机的设计, 这方面楚洋也有不少关于自己读到的见解, 从某些方面来说, 对参加过光刻机科研基地研究设计的科研人员来说, 楚洋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已经几乎神话了, 你说有谁能够来解决这个问题? 楚洋? 楚洋是谁啊? 哪个领域的专家? 我怎么从来没有在国内听到过这个名字? 航天科研这块, 有叫楚洋的专家吗? 叶总工可是华科院的副院长, 他都没把握解决这个问题, 那个叫楚洋的过来能够帮我们把问题解决了吗? 不论是他们参加的科研项目, 还是楚洋负责的科研项目, 都是绝密级别的, 更别说现在楚洋的身份, 在国内绝对是SSS级的绝密, 所以在场的众人, 基本上都还不认识楚洋的名字。 你说的那个楚洋, 是你曾经参加那个项目的总设计师吗? 对, 就是他。 你能够请他过来吗? 据他所知, 那个小家伙现在不是不务正业的跑到京大读书去了吗? 没错, 就是不务正业, 楚洋的科研天赋, 他们这些老家伙也是有一定了解的, 三连时间, 就能够从屋到有个研究出一纳米的光刻机, 一举让华夏的芯片发展成为了世界之巅, 这科研天赋, 他都恨不得将这小家伙24小时的按在科研基地搞研究了。 我不敢保证, 不过总要试试吧。 那你就试试吧, 正好我也很想认识一下那个有趣的小家伙。 没问题, 没问题了, 我等一下就买最早一行班的机票过来, 今晚上应该就能到了。 老三, 你这大早上的收拾东西, 干什么去呀? 我家里有点事情, 需要回去一趟。 回去? 我好, 你不打算参加军训了吗? 已经和学校这边打好招呼了。 你那要去多久了? 快的话, 一个礼拜, 慢的话, 不仅等你们军训结束我就回来了。 你要是不参加军训也好, 要不是凭借着你这张脸, 军训的时候谁还看我们宿舍其他三个啊? 你先消失半个月, 等我们扑呆的再回来。 希望如此吧。 楚阳。 三年的时间过去, 楚阳的样貌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不过身高好像又长高了不少, 眼神中也褪去了从前的稚嫩, 多了几分成熟和稳重, 气质倒是没变, 以前他就老是觉得楚阳老气横秋, 跟个老学就一样。 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其实从科研基地离开的时候, 他就已经想到了见到灵清雪之后的各种开场牌。 十八岁到了, 你谈男朋友了没有? 这几年过得还好吗? 恭喜你啊, 终于考上京都大学。 可是, 他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去面对灵清雪。 三年前, 自己得到了来自超文明的遗产, 永恒知识宝库。 虽然以他目前接触的知识层面来说, 他暂时还理解不了永恒知识宝库的概念, 但是他就存在于自己的大脑深处。 自己也正是通过学习永恒知识宝库里面的内容, 最终才研究出了一纳米的光科技技术。 而这, 仅仅是永恒知识宝库中不入流的科技罢了, 也正是因为那一纳米精度的光科技技术。 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将这份技术上交给了国家, 才有了三年前他的不告二名。 听说, 我搞了? 是啊, 楚阳, 你不是搞了吗? 你为什么又要出现? 整整三年, 他真的一直以为楚阳死了, 可是现在, 他居然又出现在了自己眼前。 他很想解释自己过去三年发生的那些事情, 自己是为什么离开, 又是在干些什么? 可是以他现在的身份, 根本就不方便透露, 心中无数想解释的话语, 纷纷被他硬生生的给憋了回去。 他这三年干的那些事情, 具体内容, 哪怕是最亲密的人, 也绝对不能知道。 甚至他本人做出的那些贡献, 都只能等到他打货, 才有可能被公之于众, 让他彻底的站在阳光之下。 不管怎么样, 好久不见。 我并不想见到你, 我过来见你只是缺悦一下你感美感而已, 现在知道你还活着, 那我就先走了。 林清雪。 有事。 我只是想跟你说, 当年的约定, 我并没有试约。 当年的约定? 楚阳, 咱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想离开就离开, 想出现就出现。 三年了, 我给你发了这么多条信息, 你一条信息都没回过, 毫无缘由的就好像人间蒸饭一样的直接消失了。 你是不是觉得这样特别潇洒, 特别得意? 是不是这样就觉得能够让我这辈子都记住你了? 你不是消失了吗? 既然已经消失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再出现? 最开始的时候, 他是真的还抱有期待。 是不是楚阳在跟他恶作剧, 突然消失一个暑假, 自己那个时候还想着, 找到他之后, 一定要狠狠地骂他一顿, 可是后来他就放弃了。 三年以来, 楚阳了无音许, 他都渐渐感觉快要忘记三年前和楚阳在一起发生过的那些故事。 可是现在, 他偏偏又突然出现了呀, 楚阳被说得哑口无言, 他能怎么说呢? 欺耻之躯, 以许国, 再难许清。 不用, 你不需要跟我道歉, 我们是什么关系啊? 你想走就走, 想留就留, 完全不用和我解释的, 我也不想听。 那就说点别的, 我要走了, 家里出了点急事, 需要我回去一段时间, 不过最快军训结束之后我就会回来的。 家里出什么事了, 你要走就走啊, 我又不是你的谁, 你不需要跟我解释。 虽然说已经和学校打好招呼了, 但是林学姐, 你好歹也是我们班的助理辅导员, 牺牲学习军训, 和助理辅导员打一下招呼, 不也是应该的吗? 不过学姐刚刚听到我家里出事时候的表情这么紧张, 你不会是, 关心我吧。 我关心你个鬼, 你还有事没事, 如果没事的话, 我就要走了。 没事了, 这次应该不算是不伤不响的不告而别了吧, 我可不想大小狗了。 懒得理你, 家里有事情要走的话就快点走, 烦死了。 哼。 这算不算是, 若慌而逃了。 陆教授, 我现在已经在京都国际机场了, 预计下午四点左右就能够到达漠北的研究基地, 还麻烦你到时候派人来机场接我一下。 没问题没问题, 初总工, 打扰到了你上学的时间, 实在是太抱歉了。 没什么好抱歉的, 一切以国事为重, 就先这样吧, 我这边准备进后机厅了, 其他的事情, 等我到了再说。 与此同时, 一群女生狂热的尖叫声此起彼伏地出现在了众人耳边, 而在这些女生的中间, 还站着一个脸上化着浓妆, 面色发白的男人, 这是国内最近两年才崛起的一位明星。 两年前, 他结束了国外三年的训练生生涯, 回到国内签约经纪公司, 并且很快出演了国内一名知名导演的国庆当电影。 虽然演技不怎么样, 不过却仅仅因为一张好看的脸, 瞬间在国内火爆起来, 成为了万千少女的男神, 并多次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排行榜第一, 一时间风头无二。 所有人, 往后退往后退, 不要靠近, 前面的人赶快闪一边去, 不要挡路, 听到没有, 里面的人出来, 快点先出来。 你们不会等下一趟吗? 这机场是你家修的。 你什么意思, 我们家航航的行程拍的有多满你不知道吗? 我们直接快知道了, 你快点让出来。 飞机迟到, 关我们什么事? 你是第一次坐飞机吗? 乘坐飞机的旅客需要提前两个小时到机场候机, 你不知道吗? 还有, 你问问这电梯里面站着的人, 哪个不是有自己的事情? 难道明星就有特权了? 他们忙能有我们家韩寒忙吗? 他可是国内顶流明星, 每天的通告忙都忙不过来, 你让我们家韩寒先上去不行吗? 这人怎么回事啊? 要是我的话, 一定早就给韩寒让路了, 给韩寒让电梯简直就是他的荣幸, 还不快点让开, 愣着干什么呢? 要是耽误了我们家韩寒上飞机, 耽误他的行程, 这个责任你们这些人干得起吗? 男明星的脸色也有些难看, 你们这些普通人让的电梯怎么了? 不过, 作为明星的职业习惯, 他在某些方面还是非常谨慎的,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随时随地都不知道有多少狗仔在偷拍他, 要是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 很容易就会引起民众反感的, 虽然他脑残粉也不少, 但是终究还是不想流失部分粉丝, 没关系的, 虽然我很急, 不过还是让他们先上吧, 毕竟大家都很忙的, 我们韩寒真的是太善良了, 明明自己也很辛苦, 韩寒还这么体谅他们这些人, 我果然没粉错人, 我们韩寒太有韩养了, 不就是先用一下电梯, 这些人就是自己心里不平衡, 极度人家是大明星, 还是我们家韩寒好, 好了好了, 大家先不要闹了, 这就是一点小插曲而已, 千万不要闹到网上去, 我们也该走了, 大家散了吧, 大家先散了吧, 记住了, 前往不要将这个事情扩散到网络上, 千万不要啊, 那些粉丝虽然听不懂男明星和助理的话, 但是楚洋的这一系列举动, 确实是激怒了他们, 本来还没往这方面想, 被他们这么一提, 在这个男明星的各种粉丝群里, 瞬间就炸开了锅, 韩寒就是他们的天, 欺负了他们的哥哥, 这简直就比杀了他们亲爹亲妈还要过分, 其中也不是没有理智粉分析这个问题, 不过下一秒就被踢出了群聊, 韩寒在国内粉丝数千万, 其中的狂热粉丝更是多得数不胜数, 且战斗力极强, 十几分钟后, 那些韩寒的狂热女粉丝们就开始在网络上发生了, 各种恶意剪辑的视频, 讨伐楚洋的口号, 甚至还有大数据搜索楚洋的帖子, 一股脑子全部冒了出来, 甚至于, 一个名为, 楚洋出来给韩寒道歉, 的帖子, 更是直接被那些狂热的女粉丝们给顶上了微博热搜, 并且排名还在不断地快速飙升, 不仅是关于讨伐楚洋的帖子很快被顶到了热搜榜的前三, 关于楚洋的一些信息也被某些人给发在了网上, 虽然大部分关键性的信息, 经过SSS级的加密后, 除非权限极高, 基本上没有人能够找得到, 不过就算是如此, 也让楚洋的照片给曝光在了网络上, 特别是, 在个人经历的那一栏, 还写上了中间三年, 没有查询到任何关于楚洋的经历信息, 这件事曝光之后, 无数寒寒的狂热女粉丝立刻开始在网络上提起键盘开喷, 这人投金大这么容易进了吗, 什么人都可以进金大读书了吗, 他是不是见我们寒寒名气高, 想要透我们寒寒的热度啊, 根本没有查到这个人高考的信息, 也没有查到他是不是参加过国庆典的战事, 这样的人是怎么进的金大, 我建议有关部门一定要检查, 来和皇下教育楼署, 金大是什么情况, 当人的时候都不看看学生体格了吗, 这种人也招信金大读书, 这个学历我看是关键版的吧, 而且金大现在就我辅职精神开学准备军训了,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 但是家里有关系就能考军训吗, 在寒寒各种狂热粉丝的带节奏之下, 网络上的渔轮从一开始就倒向了寒寒, 让楚阳一下子成为了重视之地, 清雪清雪, 看看这是不是你们家小学弟, 现在网络上好多人都在骂他, 什么我家小学弟, 一个明星逼着人家让电梯, 他们这些粉丝还把这种事情发网络上怪别人, 那些粉丝都是傻子吗, 清雪, 刚刚回宿舍的时候, 是谁说了, 以后再也不要见楚阳了, 以后和他再也没有瓜葛, 打算要重新开始了, 我看你这样子, 余情未了, 哪有, 公是公, 私是私, 楚阳本来就家里有事回去处理了, 现在莫名其妙还在网上被吴涵的那些个脑藏粉骂骂, 这件事情你看得下去, 我只是对视不对人而已, 你就嘴硬吧, 这大事不妙啊, 吴涵的那些狂热粉一看就是不想放过你们家小学弟, 他这次可惹大麻烦了, 我说了, 以后我和他没关系了, 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快速滑动了几下, 最终停留到了楚阳微信头像的位置, 整个人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三年前他发了无数条信息给楚阳都没有得到回应, 他那时候甚至想着一怒就把楚阳的联系方式给删掉, 但是最后还是舍不得, 让他安安静静地躺在了自己的好友列表里, 胡闹, 简直是胡闹, 关于网络上的内容他也了解得差不多了, 楚阳离开惊大参与航天战斗发动机的设计参谋的事情, 他也接到了科研基地报备的, 对于楚阳的品格, 他更是高度地了解和赞扬, 作为一奈米光刻机的设计与制造者, 楚阳那就是当之无愧的国之动量, 华夏能够有今天, 也全部都是依靠楚阳这样的人才, 在默默无闻的地方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光刻机研发成功都快一个月了, 虽然说后续会有庆功宴, 但是楚阳这些人的名号, 是绝对不会公布出去的, 他们对这个项目的贡献, 将一倍封存在国内的绝密档案中, 可是, 就是这么一个不求名利, 一心为国的年轻人, 现在居然在网络上, 被一个明星的粉丝如此烂码, 这件事情如果不妥善解决, 被含了多少为国奉献, 默默无闻的科研人士的心呢, 这件事他绝不轻扰, 紧接着他就播通了楚阳的电话, 王院长, 你也是为了网络上的事情过来的吧? 小丑, 这件事情你就别管了, 交给老头子我来处理, 你安心后继就行, 不要被外界的这些事情扰乱了思绪, 一天之内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我无所谓的, 还需要您操心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 没事, 你等我消息就好了, 你们这些人是怎么搞的, 马上让人给我把网上所有关于楚阳的信息全部给撤下来, 并且马上去给我安排人查, 这个事情的背后有没有国外谍报组织的人在推波出来, 我只给你们十分钟的时间, 如果十分钟之后我还在网络上看到了关于楚阳的信息, 你们所有人都给我等着, 作为国内的天才科研学者, 一个年仅18岁就替华夏研究出了一奈米精度光刻机的总设计师, 楚阳的个人档案早就在安全总署挂钩了的, 无论是任何机构想要查询楚阳的资料, 马上就会触动危险警报, 可是他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次可不是单独的一个人, 或者说单独的一个组织在查询楚阳的身份资料, 甚至还有无数不知轻重的网民在网络上散布楚阳的消息, 一旦楚阳因此受到什么损害, 他们所有人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华夏可以没有他这个安全总署的署长, 但是华夏的科研界绝对不能没有楚阳, 王老, 我是刘长青, 打电话的可是王卫明呢, 当年华夏科研界本就处于青黄不接的阶段, 国内优秀科研学者越来越少, 别看那些个老头子为了一个项目的对与错, 能够在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研讨会上大打出手, 但是互端这件事情, 他们有一个算一个, 全是好手, 更别说了王卫明这样华科院的院长了, 虽然按照行政级别, 他们两个评级, 但是辈分上, 他可就差了一倍, 刘长青, 你这个安全总署的署长是干什么吃的, 现在网络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们安全总署没错是吗, 还有那个摄氏明星, 你打算怎么办, 我告诉你, 要是楚阳的身份暴露了, 老头子我脸皮不要了, 我也要到你办公室来闹一闹, 王老, 您消消气, 消消气, 我这边已经在安排人解决这个事情了, 十分钟, 十分钟之内, 网络上的消息就全部撤下去了, 那个明星呢? 我马上约谈文化发展部门的有关负责人, 您放心, 这件事情我一定给您, 也给华科院的所有科研学者一个交代, 好, 我等你消息, 去通知文化发展部门的负责人, 限他半个小时之内, 到我办公室来, 要不然我就亲自去文化发展总署去找, 就特别你是楚阳啊, 我就是楚阳, 你们有事吗? 长得倒是人模狗样的, 你不是着急有事吗? 怎么还在这后期厅等着, 在这坐着也是坐着, 刚刚为什么不给我们韩韩让电梯, 真让人冷心, 我看你就是看我们韩韩名气大, 想要测我们家韩韩热度吧, 你不是小伙吗? 那我们这些韩韩的粉丝就帮你好好火力吧, 真的让你给我也心坏了, 别没事找骂, 你们说完了吗? 说完了的话, 你们可以走了, 老大, 我是楚阳, 有什么事情吗? 卧槽, 老三, 你这事情搞大发了, 我们宿舍几个人特么早上刚起来, 就看到了你在网络上被吴韩的那群脑残粉丝给骂了, 怎么样, 你现在心态还稳得住吧? 我没事, 不过你们就不用在网上去掺和那些事情了, 交给我来处理就好了, 很快就没事的, 我们倒是没什么, 不过林大小花可惨了, 微博上林大小花和她的宿舍几个女生都在网络上疯狂地替你说话, 结果不知道被哪个沙雕给爆出来了, 你们高中时候是同桌的关系, 还有人把她的照片发到了网上, 现在正被吴韩那些个粉丝骂着呢, 说她在蹭吴韩的热度, 什么? 老大, 我这还有事, 先挂了, 记住, 网上的事情你们就不用商货了, 我来处理, 挂断电话后, 楚阳立刻登上了微博, 这件事情的热度现在被各种营销号吵得很高, 很快就让她找到了关于谩骂林青雪的铁, 上面还挂上了林青雪的一张生活照片, 不过和她的照片一起, 被辟图成了黑白的照片, 下面各种谩骂之声不断增长, 你这么贱人, 长得人模狗样的, 想出来想疯了吧, 随后楚阳便深呼吸了一口气, 低头看着微信界面林青雪发过来的信息, 瞬间有些心疼起来, 自己都在网上被人骂成这样, 居然还在关心自己, 傻不傻, 楚阳, 你现在在机场怎么样, 你没事吧, 我听说吴韩的那些粉丝很疯狂的, 他们没对你怎么样吧, 没事没事, 这件事情你暂时就不要管了, 交给我来处理, 好不好, 暂时你就待在宿舍, 也不要看微博了, 找一部开心的电影看一看, 等电影看完了, 我就把事情解决了, 你这么解决啊, 现在网络上那么多人铺天盖地的在骂你, 你一个人怎么解决啊, 放心, 你就相信我吧, 我会把事情解决好的, 那你要怎么解决, 林雪姐, 你这么紧张我, 是不是代表你已经原谅我了, 才没有, 楚阳我告诉你, 一码归一码, 我在网络上帮你, 只是不想你被吴恒那些粉丝污蔑而已, 而且他做得实在太过分了, 仅此而已, 你千万千万不要多想, 你就死了这条心, 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你的, 那好吧, 未来的时间还很长, 等我忙完了家里的事情, 就会回学校, 到时候, 我会好好地求你原谅我的, 眼睛是骗不了人的, 从他见林清雪的第一眼开始, 他就知道, 他还是当初的那个他, 只可惜当时他太木讷死板, 总是看不见一直在他身边围绕着的他, 也猜不透他对他说的每一句话里的小心思,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他和他之间还是没有错过, 林清雪, 懵懂时缺席了你最好的三年, 余下的浪漫, 就让我用一声来补给你吧, 懒得跟你说了, 我挂了, 他不是不愿意相信之前楚阳说的话, 不过楚阳一个普通人, 面对吴涵那么多的狂热粉丝, 他怎么去解决呢, 自己现在能做的, 就是帮他分担, 减轻一下压力, 熬过这一场风波, 等吴涵的那些粉丝消停下来了, 这件事自然而然就过去了, 之前他说是急着赶飞机可不是真的要赶飞机, 只是不想在机场应付那些傻了吧唧的粉丝, 自己只要稍微对他们笑一笑, 搞得自己好像就比他们亲爹都和他们亲了一样, 陪他们在机场待了一回, 已经是他们天大的荣幸了, 韩涵, 你的粉丝还是真够别利啊, 这才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这话题热度就快要飙升到微博的热搜第一了, 你爆光度又增加了不少啊, 这还不够, 虽然网络上的视频剪辑过了, 不过还是有些画面不立我的人设, 你安排营销号放出消息去, 就说那个男生其实是带拍, 所以才会赶他们离开电梯的, 我马上安排, 营销号的速度也很快, 吴涵这边透露出风趣, 马上就有营销号开始运营, 也就几分钟不到的时间, 在网络上就出现了一些关于楚阳式带拍的声音, 再经过吴涵的粉丝一闹, 热度蹭蹭的就开始往上涨了, 无数人立刻在网络上开始维护起吴涵来, 我就知道我们家韩韩的工作人员不会这么粗暴啊, 他们这么粗鲁的感人, 肯定是因为不装的凶一点, 就会被带拍骚扰, 可恶的带拍, 居然还有测我们家韩韩的热度, 他怎么不去干啊, 所有的带拍都很可恶, 心疼我家韩韩, 真的是可怜了, 什么事情都没做, 就被网上那么多营销号带急作骂他, 怎么回事, 不是已经开始清除一些评论了吗, 热度怎么还是这么高, 吴涵的粉丝太多了, 我们删评论什么的都删不过来, 删了一批另外一批马上就出现了, 微博那边呢, 微博那边的负责人怎么说的, 这热度还不压下去, 是想我请他们老板来安全总数何场吗, 微博负责人没接电话, 不过我联系了我在微博的工作的朋友, 说吴涵这个世界已经有不少资本下场, 要借此机会再捧一把吴涵了, 他现在的商业价值还是挺高的, 捧他娘的狗屁, 我不管那个吴涵背后有什么资本, 数部门的人给我停了微博的一切服务器, 所有在网络上发表过关于此次事件不当言论的人, 全部封号, 带头全部给我请来安全总数, 还有通知其他各机构, 两分钟之内, 我要网络上所有的关于楚阳的消息全部失踪, 还有文化发展部门的负责人呢, 来了没有? 在路上了, 大概还有十分钟就能到安全总数, 到了让他直接过来见我, 明白, 老刘, 这次的事情是怎么回事, 怎么轮得到我们军部动手, 作为护卫家国安定的军部人员, 非国家大师, 绝不可轻易乱动, 可是现在, 居然为了抓一些在网络上肆意诽谤的头脑人物, 就值得让他们军部帮手吗? 老赵啊, 一先别管, 这个事情上面都打电话过来了, 碍于保密条例, 我只能说, 文件里面的那个小伙子, 是我国重要的科研人员, 他的价值, 甚至可以比你当年的前老先生, 什么? 厚了, 我明白了, 这件事你放心, 我们军部一定配合, 前老先生是什么人, 他们都懂, 当年如果不是他, 华夏绝对没有现在的强大和底气, 现在华夏居然出了一个可以和前老先生比拟的科研人员, 这是值得喜悦的, 但是, 一个为国做出如此贡献的科研人员, 居然在网络上被一个明星的粉丝随意肥放, 是他怎么能忍, 那些人除了能够在网络上大放厥词, 能够干嘛, 能够推动华夏科技发展, 还是能够护卫边疆, 保家卫国, 这网络环境, 要好好整治一下了呀, 通讯员, 马上给我出招一个团的人过来, 配合警署人员, 去给我抓人, 文化发展部门和安全总署一直以来都是两个互相独立, 互不干涉的部门, 随后有时候也会有一定的合作, 但那些都是涉及高级层面的宣传需要, 当他接到安全总署消息的时候, 整个人都吓了一跳, 无论国内的哪个行政机构, 最不想招惹的, 可就是安全总署的人了, 因为这些人的权限实在是太大了, 沾上了也就代表着, 不该也要拖一层体, 可是现在安全总署直接一个电话打到了他的私人手机号上, 搞得连着推了一个资本大佬的宴起, 马不停蹄的就跑到了安全总署, 刘署长, 不知道安全总署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文化发展部门配合的吗? 配合? 我可不敢让你们文化部门配合, 随便一个明星就可以煽动粉丝在网络上闹得鸡飞狗跳的, 你们文化发展部门的能量很大, 刘署长,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您喊我过来, 不会是为了网络上的那件事吧? 文化发展部门的建议, 其中的一项职能, 就是为了管理娱乐圈的那一大圈子时, 吴涵的这个事情闹得确实挺大, 之前他还在感叹网络的力量强大, 这短短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就将两个人的身份信息都扒得清清楚楚的。 你也知道啊, 虽然我国的律法还没有关到互联网机构, 不过网络也不是什么法外之地, 这些年因为网络上的暴力事件, 已经惹得不少重度抑郁, 甚至自杀了, 别以为我们安全总署不管这块, 就什么都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现在在网络上被无数人谩骂的那个年轻人, 是什么样的身份? 那个人是上面哪位老人的后代吗? 那倒不至于, 可是这个性质更恶劣, 鉴于保密条理, 这个年轻人的身份我不能多说, 我今天主要喊你过来, 主要是为了娱乐圈的那一档子时, 你也别以为我刘长青受伤, 想要管你们文化部门的事情, 但是这次的事情实在是太恶劣了, 文件我也打印出来了, 所有涉事人员, 你都看着处理吧。 武行, 涉嫌诽谤国内机密人员, 并意图暴露国内机密人员信息资料, 以判国罪处理。 松前, 涉嫌诽谤国内机密人员, 并煽动网络群众泄露我国机密资料, 以判国罪处理。 在这个文件上面, 大大小小加起来, 一共涉及了十七八个明星, 除了武行之外, 其他的都是这段时间内, 在网络上声援武行事件, 或者蹭武行事件热度, 一些看热闹不怕是大的明星, 其中甚至还有几个娱乐圈的一线理由。 这还只是第一步, 到底怎么处理, 还是要看你们部门的商榷结果。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头, 这次事件重大, 说不好甚至有境外组织的煽动, 后续监察部门, 税务部门, 经济部门等各个部门, 都会联合出动。 此话一出, 文化发展部门负责人瞬间就做不住, 这个叫楚阳的年轻人, 到底是什么身份? 先不说安全总署很少插手娱乐圈的事情, 这一插手, 不仅直接安排了一个叛驳罪, 甚至还有联合多部门进行行动, 甚至还有可能牵扯到境外组织, 这事情是真的大条啊, 这一波下来, 可以预见, 娱乐圈绝对会迎接一次巨大的换水。 刘署长你放心, 安全总署的文件指示我回去之后一定好好执行, 所有涉事明星, 涉事作品该下架的下架, 涉事本人该封杀的封杀, 无论上面出现任何接触, 我们文化发展部门一定尽力配合, 这样最好, 这件事情难办了, 刚刚他说的境外组织也不是虎着负责人的, 类似的案件, 他们安全总署接手了不知道多少例, 很多境外组织在国内辞主, 成立了许多各种各样的营销组织, 就喜欢在国内调请民众对立, 男女对立, 削弱行政机构的公信令, 希望这一次不要有哪些人参与, 要不然的话, 楚阳的身份, 就不知道能够瞒住多久了。 我是楚阳, 黄秘编号9520金, 保护你们这些科研人员的资料信息本来就是我们安全总署应该做的, 这次的事件本就是我们失职了, 希望你不要介意。 不过楚院是, 我能够冒昧地问一句, 在网络上的那位林青雪同学是你的女朋友吗? 如果是的话, 我们安全总署会有相应的安排。 对于楚阳这种顶尖的科研学者的家属等, 他们安全总署都有一系列的安保计划, 就如同楚阳的父母一般, 在楚阳三年前踏入科研基地的那一刻, 楚阳的父母就已经搬到了京都的家属大院内, 并且日常出行, 都会有安全总署的工作人员保证安全。 现在还不是。 我懂了我懂了, 你放心, 这件事我会安排下去的, 我这边还需要部署一些后续工作, 得先忙, 我就不打扰你了。